2012全國美展28日在國立台灣美術館舉行頒獎典禮 今年共1198件作品參與競賽選出174件作品 本屆也吸引許多年輕藝術家參賽獲獎者中最年輕者年僅17歲 文化部長龍應台親自頒發金牌獎講座與得獎人 為優秀藝術家獻上祝賀 17歲 你看起來大家看年好不好 17歲 我聽說另外一位最成熟的83歲的林霞 請問霞姐姐你坐在哪裏 今天有沒有親子啊 在這裏 83歲的林霞 素人 請坐 請坐 那今天得獎的 從17歲到83歲的 都是我們台灣這一塊寶貴的土壤上面的花朵 請你們繼續不再放 我們能夠做的就是 繼續保障給你 雨水 給你陽光 給你最好的土壤 最後一句話 今天每一朵花都為你們而開 恭喜你們 你們加油 謝謝 他名字叫黃青蘭耶 龍應台在國民館館長黃才狼 與評審委員王秀雄的陪同下參觀得獎人作品 龍應台表示文化部正討論成立藝術銀行的可能性 投資青年藝術家 國民館本來就已經在做的是這個青年藝術家 他的畫作的這個構成 就是你買現在青年藝術家的作品 然後把它點藏起來 等於是一方面是對於年輕藝術家的鼓勵 另外一方面是說是投資在他身上 我們也在探討說 那麼我們成立藝術銀行的可能性 全國美術長為台灣美術界指標性美術賽事 本屆作品針見類別包括水墨 書法 鑽科 膠彩 油畫 水彩 板畫 雕塑 攝影 新媒體藝術 創作者以開闊的想法 細膩的心思 融合傳統與創新的素材 展現寬廣的創作內容與豐沛的創意能量 即日起至9月16日 在國立台灣美術館展出 文化部媒體公關組 台中報導 消滅 初摩 港 開通 小